好 那個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 我叫李思恩 然後今年有幸考上高一 我先讚嘆一下各位 我去年考完落榜以後 已經不知道跑去哪裡玩了 你們還可以坐在這裡這樣子 成功一半了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要怎麼樣把這個氣勢延續下去 好 那我先稍微講一下 首先先謝謝高原補習班 一年來這樣子提供念書的地方 對我們的照顧 然後也給我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那師資的選擇方面 相信各位學長姐都已經講完很多了 那我就不再多提 但是我相信榜單它可以反映一切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體會 我主要就是針對 我這考試來這一段時間 那個準備的方法跟心路歷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年考過一次 然後我比門檻高了五分 然後進了口試 然後被刷掉 然後我後來以後問了大家一下 就是我口試的這個成績 但我發現是在中上 所以我知道我的問題應該不是在口試 所以主要就是要怎麼樣把比試衝高 那今年 我 我覺得念書啊 有個很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你們要找到自己的問題點在哪 你們有上網去看過各個學長姐的分享 念書的方法嗎 你們去看了以後你們就會發現 念書方法真的是太多種了 各種各樣的人都有 有的人用題海下去寫了幾萬題 有的人就是都不寫題目他就考上 所以重點就是你們要怎麼樣去找到對自己有利的方法 那我的方法就是 我也是那種很不喜歡寫題目的人 但是 經過了去年的考試以後我發現 不寫題目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題目 你遇到題目你不夠熟 尤其是後一 因為我主要是考後一 在座應該還是考後一 後一的考試它除了準確性以外 速度也很重要 那你的速度你不可能 每一題你都空想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定的題目的量的基礎才有辦法 所以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好那我開始寫題庫 但是我的題庫我也不是說第一題 第一章第一節開始翻 然後翻到最後一章最後一節 我是先以老師的課本為主 念完之後 我去翻題庫 那題庫你少下來你會大概知道 有些題目就是 原作者他想要表達一些他的概念 他在課本沒有辦法講清楚 他用他的題目去跟你講重點 所以我覺得題庫尤其是生物來講 他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重點整理 我是把題庫當成重點整理的方式來看 我每看到一題 然後我就看一下 他為什麼會出這一題 那他下面ABC珠的選項 B角B是正確的 那都沒有問題 那他為什麼要出AC珠的問題 他是要哪裡要來騙你 或是什麼 我覺得你們題庫不要就是從第一題寫到最後一題 然後三個月後再看一次 怎麼又是一本新的題庫這樣子 這樣子我覺得就有點可惜你們花那個時間在上面 所以應該是把它當成重點整理 那有機這一顆 不好意思我剛剛講的是生物方面 那現在針對有機的話 我也是一樣檢討了一下去年考完試 然後我發現我把題目再拿出來看一次 我發現其實我都會 那老師上課也都有教過 那為什麼你開始考不出你的成績來 所以又歸就回來 重點就是速度不夠快 題目不夠熟 那這要怎麼解決 還是只能靠題庫 我現在不是在推統題庫 如果你們有其他方法也可以 但是我歸納出來就是 欸你從題庫去看 然後看了以後 你不要直接寫完以後 答案過去就算了 你寫完了以後你想一下 他這一題要考你什麼 那如果這一題假設你真的在考場 完全沒看過不會 你要怎麼樣從他的反應物 試劑 還有甚至他給答案的選項 你怎麼樣從中間去推敲出 他到底要考什麼 我今年我就花很多時間在這邊 我題目就不是寫過去 我寫完以後我想一下 欸這一題假如我考試沒看過 我要怎麼猜 一開始可能都不會 可是到最後考前兩三個月以後 我看了題目 看了選項 我大概就可以撇掉兩個 兩個是來亂的 那只剩下兩個 就知道是他想要考你的 那有時候甚至是你看了題目 看了選項 你大概就知道他要考什麼 那像這種就是我林志老師一直在強調的 可以秒殺的題目 你可以秒殺的題目 如果大概達到四成以上的話 我覺得你的有機大概要考到七八十 應該不是問題 因為你四成都秒殺掉以後 你就會有時間去想那些你沒有看過的 所以重點還是大家要找到自己可以念書的方法 然後考古題是一定要做的 考古題做的也不是說 欸就做過去就算了 也是一樣你做完以後去想一下 他每一題到底背後要考你什麼問題 那每一題如果這一題你沒看過 你要怎麼樣把答案猜出來 那如果真的沒看過 又答案猜不出來 那這一題絕對不是你要 你看 歷年來考過也沒有人考過一百分啊 所以一定會有些題目 他就是擺明不要讓你考一百分的 那這種題目你就是大膽把它放掉沒有關係 該把握的題目要把握住 是這樣 然後 針對英文科目啊 還是一樣找到自己的解決方法 我要說 英文 我念的方法可能比較速一點 我從高中開始 我就很討厭背單字書 老師發的單字書我從A開始翻 從來就沒有翻過A 就一直停在A 那有一次我就決定 好 那我就從後面開始翻好了 Z開始翻 結果我也沒翻過Z 所以我跟Z最熟 但是 像去年我考試的時候 我就跟著大家一起背 張文中老師發的字跟詞典 我就把它整本背完 然後背完 過了三個月後 就像我說的 怎麼感覺又像一本新的字典 我總覺得這個方法不太對 所以我後來我就想了 那要怎麼解決呢 我就看英文小說 我就發現 我在英文小說裡面看到的字 我可以記很久 然後 或者是在影集裡面看到的字 聽到的字 我都可以記很久 我看到以後 欸這個字我反而會想說 欸我好像在哪裡看過 我要回去翻 印象就會更深刻 那為什麼我會說小說 就是有時候報紙 我真的也看不下去 我每次念 我就覺得 這國外發生的事情 跟我們好像又沒什麼關係 但是看了 大家都在看 所以我跟著看 但是我就覺得效果很差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 啊乾脆 我就開始看英文小說 所以我今年 我看了三本英文 有一本 有一本甚至在最後考前兩個禮拜 我第二本看完了 然後我不知道英文要怎麼念 然後想說 不然把單字書翻開看一下好了 還是沒辦法一打開 我就覺得啊算了 所以我又跑去買了另外一本小說 然後在兩個禮拜內把它看完 我就每天晚上花個半個小時 然後翻一翻 看一下單字 啊不會的我就把它記下來 所以這是我的方法啦 我提供給你們彰考 但是就是 大家必須要去找到 今年 失敗在哪裡 那 怎麼樣 對你們最有效果 然後 千萬不要覺得 自己的努力不夠 然後 就是 會來考到 後一種考試的人 每個人的資質 都有一定的程度 那 努力 也都差不多 不會有人 就是 不用公念 那當然就是已經排除在名單外 所以 失敗了 找到問題 然後 不要覺得自己的努力不夠 然後 要 現在應該要找應該是 你們要怎麼樣去找到自己的 念書的 最有效率的方法 然後 最 最正確的方向 像我去年 我也是那種 就是 跟大家一樣 早上補習班 一開門我就來做 然後做到補習班 門就走 那 這樣一年下來 雖然 有讓我進步一些 但是我就覺得 這個方法好像不太適合 畢竟進度的方法有限 所以我今年改變方式就是 我在補習班 念不下 那我就不要念 我就回家 開始 回家念 回家不能念 那我再去圖書館念 重點就是 不要按照原本 就是今年失敗了 沒關係 找到 錯的地方 改進 然後有接受新的刺激 那不要用原本 同樣的方法 想說 我再跟他拼一次 硬著頭皮 一天念15個小時 我覺得這樣子效果有限 OK 那這大概就是念書的方法 然後 我稍微分享一下 然後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考試很容易緊張 那緊張這個 大家都說 沒關係啊 你就平常心去準備就好 我想說 這麼大的考試 你怎麼可能平常心的準備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於是我就想到方法就是 那 我就每次模擬考 我都把它當成政治考試 該緊張 我就把它緊張一下 高原普習班 我們最後的那個 佛衝班也是 有些人就 拿著考卷 他就去別的地方寫 我就覺得不行 我就把它當作正式的考試 時間計時 我就開始寫 時間到沒寫完 我就交卷 那 反而這樣子訓練下來 讓我到正式考場以後 還是會緊張 但是其實我已經習慣了 那個緊張的感覺 所以這個對我影響 就不會那麼大 對 那 這大概就是筆試的部分 然後 再來 口試啊 我覺得 大家如果有機會進口試 我覺得口試其實是可以準備的 你只要針對一些大的議題去做 了解 去知道它背後發生了什麼事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幾個大的議題 幾個類型 去準備 去瞭解一下 然後到時候 過了筆試那一關以後 你們在 同學間互相討論 口試很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一個人想 你的想法一定會有限 你沒有辦法一個人 各個方面都有辦法想 所以這時候就要靠同學的方 同學互相幫忙 有不同的刺激 那還有一個資源就是 我覺得 要多去跟長輩們 或是不管老師啊 家長啊 去聊聊天 因為 畢竟我們同學之間 思考的模式 思考的廣度 就在這個地方 那 幫我們面試的 都是教授層級的 他們想要聽的答案 有時候不是 以我們的立場 可以想得出來的 有時候是需要一些社會經驗的人 他們才會想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大家也要注意就是 平常都跟長輩聊天 有機會回去學校拜訪以前的老師 多跟他們聊聊天 多跟他們聊聊天 或是找一些 有社會工作經驗的同學們 跟他們也多請教一些問題 你就會有不同方面的刺激 那口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還有一點 同學間啊 我覺得 這個也是 我當初選擇高院補習班的一個原因 就是 這裡的念書風氣 是我看過 算是蠻好的一個補習班 同學間 都會有很多個讀書會 那讀書會的用意就是 一個人 在這個路上一定會很孤單 那你要怎麼樣透過 各種方法 如果你自己是可以忍受孤單 自己也很 可以保持這個動力的人 那當然就沒話說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不是這樣子 那你就靠 補習班同學 大家互相磨練 互相切磋 那也會給你一個進度的壓力在 你才會覺得 就是跟上大家的腳步這樣子啊 那 至於 補習班到後期都會出現一些高手 那我覺得 你們如果哪一科真的是念不起來 你們就去看 班上到底哪一個人 念書念起來最輕鬆 哪一個人生物怎麼每一堂課感覺都很輕鬆 你就去向他討教他到底怎麼念生物 有機也是 深化也是 就是 看誰念書最輕鬆 他一定有他的方法 那你們就是多去跟他學習 那對於這些高手 你們也不要 吝嗇把你的 就是你的知識分享給別人 因為有時候他們反而會問到你的盲點 那 有時候透過 像有些同學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反而沒想過說 這題好像也可以這樣子解 那或者是會知道說 原來這題 大家 問題點在這邊 那我當時也是問題點在這邊 那要怎麼解決 或者是說 你這樣子交給一個同學聽 他聽不懂 你有沒有辦法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講給他聽 我覺得這無形中 也會增加你 呃 邏輯的思考啊 甚至對口試的準備 因為這種考試 有時候 考久了 頭腦會僵化 那你要怎麼樣子 讓自己頭腦 適時的動一動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 以上幾點跟大家勉勵 那最後呢 我就來講一下 最後 可能會遇到的困境 就是 這考試很漫長 那你念不下書的時候怎麼辦 我還好是因為我 我會運動 所以 我只要念不下書 就運動 重訓啊 游泳啊 跑步啊我都可以 而且運動有個好處就是 頂多就是兩個小時 最多跟你三個小時 你一定會累 你運動完你沒力了 你就是會在家洗個澡 重新出發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喜歡逛街啊 看電影啊 那可能就要小心 他可能一出去整天 就沒了這樣 那就大家 假如你有這個時間 當然也是可以 但是大家就要找到一個 平衡的點 然後保持生活的規律 就是生活不要太多的 起起伏伏 你生活就是這樣平穩的規律 很快一年就會過了 你每天都會覺得 如果自己有在進步當中 這個就 這個就達到你的目的 然後適時的給自己設一些門檻 像我就是以 摩擬考來為當作基準 就以每次摩擬考 欸我這次又進步了 那代表我這次念書的方法是對的 欸如果下次哪一科 稍微掉下來一點點 那我就知道啊我哪一科 可能需要加強 需要改進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最後這一路上 受到很多挫折 但是也有很多人的鼓勵 所以大家要珍惜身旁的夥伴啊 還有家人朋友們 就是畢竟考到最後 我有個感想就是 可以聚坐在這邊 然後沒有因為一些 可能家裡經濟能力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外災因素 而放棄了追求這個夢想的機會 我覺得我是很幸運的 就是家人支持我 然後很多朋友也支持我這樣 那最後一個總結是 我今年有幸考上呢 我現在回頭看我這一年 我想到我當時當兵的時候 連隊長跟我說的一句話 他就是說 當兵的經驗很可貴 有人要花一千萬跟我買 我不會賣大 但是有人花一千萬腳 再當一次兵 我也不要 所以 對大概 我回頭過來想想 考試的這段路程 大概也是有點像這種感覺 那就希望在座的今年 各位都可以 金榜提名 然後身體健康 謝謝